The Philippine Quenzhou Television Week Singing Contest Qua Biasuya Philippine Division has finally come to an end yesterday Three winners have been chosen Who will go to Quenzhou to compete in the final round? The Philippine Quenzhou Television Week Five各校委会联合会主席孙明强 Five中电视台副台长庄林领 在赛事开始前代表各主办方介绍比赛规模 贵宾中国驻飞大使馆领事董红亚也出席 并为选手致辞加冕 就是说我们全州给大家的第一印象 我作为一个驻外使馆的外交官员 那么我们第一知道他的都是他杰出的商界的代表 杰出的贡献对主基地杰出的贡献 担任本次大赛评审的是来自菲律宾音乐界的大师级人物 蔡天津老师 柯美智老师 柯美琪老师 孔国燕老师 何正湘云老师 蔡天津评委老师介绍了赛事评分规矩 各位选手全力以赴 大显身手 经过今月的比拼和角逐后 六号士兵以演唱的追追追获获得继军 七号臣服是演唱的阿玛艾伟获得亚军 八号庄永坚凭借最美的花永斋桂冠 他们纷纷收到一万两万和三万笔索的奖金 并且今年年底将有机会去参加 将于全州举办的第九届青瓜比亚苏亚的赛事 青瓜比亚苏亚是全州电视台 推出的中国大陆第一个闽南歌PK节目 在全州广播电视台闽南语频道播出 以发现、培养、包装、推荐闽南语歌星为目的 栏目宗旨是让平民成为主角 让凡人成为英雄 让人生在歌声中变得美好 让心灵在比赛中彼此靠近 CNTV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